当地时间12号晚 特朗普和美国知名企业家马斯克的直播访谈引发广泛关注 吸引约130万听众 直播结束后 马斯克又立马向哈里斯发去采访邀请 如果哈里斯答应 将是他正式参选以来的首次专访 是机会还是挑战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周将在芝加哥召开 众多党内大佬将为哈里斯站台 特斯拉CEO马斯克13号凌晨发文称 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X上的对话 以及随后讨论的综合浏览量已达到约10亿 虽然此次直播遭受网络攻击开局不利 但高峰期仍有130万听众 甚至连特朗普在直播中使用的充电宝都在网络上兴起带货热潮 在同马斯克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话中 特朗普不忘猛烈攻击哈里斯等民主党人 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移民外交等领域政策 哈里斯竞选团队随后发表声明回击和讽刺特朗普和马斯克 言辞尖锐 哈里斯团队的发言人科斯特洛更是直言 特朗普的整个竞选活动都服务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帮有钱人 而且在2024年仍然做不好一场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一直是x平台的狂热使用者 由于过度喜爱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对内政外交的看法 特朗普一度被舆论称为推特之国 但后来因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骚乱 特朗普的账号被该平台封禁 2022年底马斯克收购推特并将其更名为x后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 不过此后特朗普一直使用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表各种政治观点 特朗普是隔三年多重返x正逢2024年大选的关键时刻 目前距离11月5号投票日不到三个月 外界认为本次直播对特朗普与马斯克而言是各取所需 一方面陷入广告商和用户不断流失困境的x需要特朗普来吸引流量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需要在多渠道为自己的选举造势 以对付哈里斯的强势追击 当前哈里斯在一些全国性民调中有赶超特朗普的势头 但在可能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摇摆州二人选情胶着 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与马斯克的这场直播连线 并没有给他的民调数据带来明显提升 在三大关键摇摆州中 特朗普仅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哈里斯持平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民调均落后于哈里斯 在与特朗普直播对话后 马斯克13号又向哈里斯发出采访邀请 称也很乐意在X平台上主持与哈里斯的对话 如果哈里斯方面接受邀请 这将会是其参选以来的首次专访 哈里斯参选已有三周时间 但仍未召开记者会和接受媒体专访 上周在密歇根州造势后 哈里斯曾首度接受媒体即兴问答 但过程仅持续了短短70秒 有评论认为这场问答是插科打魂 观察指这与哈里斯的选战策略有关 他是为了避免对手攻击或分化其支持者 目前在许多议题上仍保持模糊立场 与此同时 哈里斯的摇摆州竞选特种兵之旅还在继续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宣布 哈里斯将于16号在北卡罗莱纳州发表演讲 概述他的经济政策 一位竞选官员透露 哈里斯的演讲将详细介绍 他如何计划降低中产阶级家庭成本 并打击企业哄抬价格的策略 有分析指 这显示出哈里斯的关注点 是在这个民主党希望赢下的摇摆州 缓解选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另一方面 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也将于19号在芝加哥正式拉开帷幕 自拜登退选后 民主党方面已经重新制定大会议程 计划赞扬拜登的成绩 以及重新将哈里斯介绍给美国民众 按照公布的议程 拜登将在大会首日发表演讲 哈里斯预计在22号大会闭幕当天 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并阐述其政治主张 值得议题的是 大会还安排了多任民主党籍美国总统助选 前总统奥巴马 克林顿 都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有舆论认为此次大会将很热闹 自哈里斯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 大会门票 活动场地和酒店房间需求激增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全国财务主席科尔格形容 进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 比泰勒斯维福特演唱会的门票还要抢手 有观察指 这反映出民主党涌现的热情高涨 过去几周 哈里斯现身的场馆同样坐无虚席 然而 共和党方面则对这番热闹产生质疑 特朗普日前声称 哈里斯上周到密歇根州拉票时 为了夸大声势 大批人群现身支持的照片是经过人工智能修图的 不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用两个人工智能模型分析了该照片 结果证明均没发现任何人工智能操纵的证据 专家分析 照片受人工智能软件扭曲大概只有4%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黑客入侵事件又有新动向 继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称被伊朗黑客入侵后 民主党总统竞选团队也被传出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 据知情人士透露 至少有三名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 成为所谓钓鱼邮件的攻击目标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着手调查黑客攻击总统候选人团队事件 而对于事件的具体相关方和入侵程度等细节 联邦调查局并未做出具体说明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利用外资做出了重要部署 这意味着外资在华将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也吸引了不少外商的注意 莱华工作生活近二十年的广东英国商会副会长马克·克雷顿 日前再次接受深圳卫视专访 为解读三中全会提出的大量改革举措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克雷顿曾接受深圳卫视专访 对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等趋势表示期待 此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 中国围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 外国游客来华外商不断增多 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日益平靡 为世界和中国带来双重利好 对于这一现象 克雷顿指出稳定是最核心的关键词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 资质许可标准制定 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这意味着外企在中国投资的机会将更多 对此克雷顿指出 任何有助于扩大开放的改革举措 都会释放出积极信号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 派出本国企业代表团来华访问 对于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克雷顿说 许多外国企业都感到欣喜 英国企业相信 中国仍然有着大量的投资机遇 也非常乐于为有关部门 优化改革举措建言线策 共同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之中 格雷顿在华生耕制造业将近20年 2007年他和父亲共同在珠海 创立了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 随后开设了自己的制造工厂 在他看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铁质机制 对于他所在的制造业而言 是一个强有力的雇物 我认为那是好处于我的业务 您的事人有利用你的工作 我還未用了 在神仲中逛上一年 所以我望你迷路在這月 更多的機構和融合 也是非常好的 特色上的新的火力 只是能夠的能力 使用更深的關係 對於西方和西方的 7月初 英国大选尘埃落定 英国工党党首斯塔莫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中英两国未来的经贸往来会如何演变 外界十分关注 作为在华清商多年的英国籍企业家 克雷顿对中英加强经贸往来 进行更多的贸易对话寄予厚望 ivitations for future UK-China relations the new prime minister Kia Starmer he coins the three C's the three C's for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is a cooperate, compete and challenge and cooperate is at the top there I hope that LAMI will visit China soon I want to see more visits both ways with various ministers the more visits we have the more communication the more engagement I think will be really good for the relationship 去